由经济部中小企业和新创企业署指导 练习曲文创有限公司主办的 山海新秀生活节 这个就末假日两天呢 是在新城村内盛大举行 以山海新秀生活为背景 串联了地方店家、海边、音乐表演 还有市集 以及小镇走读、手工艺 绕成瑜伽等体验活动 期盼三月一开始 就可以为花莲新城山海开启new show 一场属于新城和秀林的生活节 16、17日周末两天 与新城村内盛大举办 由经济部中小企新创企业署指导 练习曲文创有限公司主办的 山海新秀our new show生活节 串联地方店家、海边音乐表演和市集 以地方教会体验活动 为周末往返新城老街 来花东太鲁阁旅游的游客 注入更多活力 跨年的土地是很黏人的 所以才会邀请大家一起去用不同的方式 去可能用体验的活动 或者是像这次的市集的活动 或者是像这次音乐 就搭在我们的海盆 因为海底边其实是在地的居民 生活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元素 你们现在所在的场域都是 地方居民的生活的所在 也很希望把我们现在在这边的生活的样子 然后呈现给大家看 我们今天生活节就是有一个 街区走毒的活动 那就是希望能够带大家 想要认识新城的人们 可以用一种比较生活感的方式去认识 在新秀地区生活的人们的样子 这样子 那今天的报名人数大概有20个同 20个学员这样子 然后就是有来自就是台中啊 跟台东就是比较远的地方的人这样子 然后我们就是大概就是 就是从上海百货为七点之后 然后一路先走到海边去这样子 因为我们想要让大家可以感受到 我们想要谈的山海其实就是 新城就是一个在太鲁阁跟太平洋中间的 山海之间的一个小村子 所以我们就是大家就是在海边 然后去遥望太平洋 然后远眺太鲁阁 然后再走到就是一些历史的遗迹 像是天主教堂啊 或者是就是新城老街这些地方去认识新城的 对过去的一些发展的故事 然后还有现在的就是新城这个地方的生活样貌 还有它的就是过去的一些发展的事件 是怎么样发生的这样 因为练习曲其实是从去年开始 开始做街区导览的这件事情 对因为也希望我们这些就是 扎根在地方的人们也可以去尝试 替地方去梳理一些过去的发展故事 然后对外说也更多的人听 活动奔承临近新城海提的海市市集主舞台 搭配新城老街的圆山市集 从老街游荡到海边 从白天到黑夜 让民众感受听觉味觉的双床饗宴 透过教会地方活动 从新城社区导览 海边找成瑜伽与藤边等体验 期盼以创新方式 邀请路过新城老街民众 多点驻足停留的机会 增添更多流连忘返的旅程回忆 介绍帮宴行程相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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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